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不是已经选择了大学主修的课程? 你是不是肯定你的选择是正确? 最近一个智库的研究指出 文化、艺术和科技结合 是全球重要的趋势 并且建议香港发展多元化的推广和支援的平台 香港政府近20年一直致力推动艺术设计 例如,兴建西九文化区 主办大型的国际艺术设计展览和会议 包括巴塞尔艺术展和设计营商周等 香港的专上学院开办了很多艺术或设计课程 但是没有结合两者的综合课程 更加缺乏艺术设计 结合商业和科技的课程 帮助到艺术家 艺术科技更加可以直接改变大众对艺术 以至文化的观感和加强互动 推翻了大众对艺术文化的旧有概念 打破空间和时间上既有的限制 将艺术带到地球的另一端 大大扩大了艺术品的受众 它更加能够打破不同艺术媒介的格幕 推动跨界合作的可能 令其他相关行业也都能够受惠 同时进一步开拓新的 香港恒生大学 现在正是开办一个全新的艺术设计 文学士课程 正正是针对这个全球化的发展需要 和香港以及邻近地区 日益增长的需求 这个新课程 提供学生充裕的学习空间和设施 包括个别的工作室 平图和展览室 顶级的电脑型号和视听器材 可以制作3D图像和动画 抗争和虚拟实景的模型 以及人工智能的应用 恒大图书馆 最近亦都增购了6000几本 艺术设计参考书 并且会继续添置 擴大藏书和物料样板的资料库 以供学生和老师教学和研究所用 恒大艺术设计科程 亦都成功加入了欧洲艺术院校联盟 将来学生可以参与全球 47个国家 250多所联盟院校 在学术研究 会议和交流等活动 所以各位同学 不要犹豫了 马上就申请报读 恒大艺术设计 文学士课程 谢谢大家